那在影片開始前呢 還沒訂閱的記得按訂閱 打開小鈴鐺 這樣才可以知道什麼時候 我上新片跟什麼時候直播喔 大家好我是花之丸 那很多人呢 都會在我的實況問我說 欸請問之丸平時都看什麼YT的影片 我平常看的YT影片其實還蠻多的 很多人都會在聊天室嘴炮說什麼 只有低端才會看影片學習 那其實像我這種從第一季到現在都是 維持冠高單排白星的人 其實我也是會看很多YT的影片 然後來做一點自己的變動的 今天呢會告訴大家 我平時都在看些什麼YT頻道的影片 那哪一些是我特別推薦的 那沒有被我點名到的YT實況 也不要覺得奇怪怎麼沒有我 因為我平時在看的就只能只有這一些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 我平常都在看什麼YT的頻道影片 第一個呢要介紹到的就是我們的 瑤哥 還有我們的瑪鼠TV 那這兩個頻道是我認為 我目前看下來 最客家最客家的兩個頻道 那原因是因為他們很喜歡做一些 白嫖活動的獎勵 而且都會在第一手就給你消息 那瑤哥的速度會比瑪鼠TV再快一點 瑪鼠TV的特別一點是 在於他還會上傳一些精華的片段 那我認為大家可以看一些精華 然後再看一些白嫖的影片 獲得到一些知識 那我個人蠻喜歡這兩位的一些白嫖獎勵的活動 我個人呢也是個客家人 半客家人 所以我都會在活動出來的時候 先看這兩位的視頻 然後去抄一下怎麼樣比較客家 然後去參考一下吸收一下 那我其實以前也會做這種影片 但後來就有點懶了 因為很不想動腦去計算 花火要幾個 惡許花要幾個 就覺得好麻煩好累 所以後來我就不做了 剛好有這兩位頻道 幫我做這個客家的總結 我也不用自己算 所以這是我比較推薦的 兩個客家的影片給大家 那這兩個頻道呢 大家可以去搜尋看看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也可以幫他們按個訂閱 接下來要介紹的頻道呢 看背景就知道是要講誰了 沒有錯就是我們的 陳昊 那陳昊的頻道呢 比較像是精華片段的頻道 那他會不斷的上傳雙排啊 或者是三排 然後以及一些 奇怪陣容的搭配的套路給大家看 那我會覺得說 很多人會有爭議啦 那我個人站在比較 中立的立場 我個人也是會看 這種精華實戰片段的 那原因呢 非常簡單 我自己是屬於單排的玩家 所以我很常 在排隊的過程中 遇到雙排的玩家 那看這種頻道 可以知道 雙排的人在想些什麼 那自己在打三排的時候 應該怎麼做搭配 會是一個比較好的動作 那我覺得 看這種影片是有幫助性的 那你也可以知道說 別人雙排 都在想什麼 然後以這點 來去做一個第三方的檢視 那你也可以在 第三方的角度 去看這場比賽 欸 我現在應該會怎麼做 那影片的後面 會跟著你這樣做嗎 還是他會有 更奇怪的 或者是更突出的方法 去做下一球的處理 那我認為是說 這種實戰的影片 多看都是有幫助的 那我會推薦給大家 這些比較偏精華實戰的 一些頻道給大家 接下來要推薦的頻道呢 是我們的冠寧老師 那我第一聽到這個頻道的時候 去搜尋的冠寧老師 搜尋不到 那證券的名字 我會把它浮現在上面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名字 我很納悶 因為這是什麼意思 我看不太懂 那這個頻道 第一聽到是在我聊天室出現的 其實我以前的實況 我的YT頻道啦 都是走跟他一樣風格的教學 但由於時間過久後 就有點懶了 不是不是 有點累了 有點累了 所以就沒有再繼續做這些 教學的相關影片 那我覺得 冠寧老師的教學影片 做得相當相當的好 他的身位有教到大家 然後火鍋的點位都有教到 那我個人其實本來就是 以教學為初衷的頻道 那後來就比較累 就開始轉向於精華片段 因為這樣片是比較便宜 啊不是我是說 我是說比較 比較不會那麼累 那這種情況呢 還好有冠寧老師 這種會教學的YT出來 然後教大家怎麼去做一個空間 像是空間陣的防守啊 像是我們的一些鍋點 我都會去驗貨有沒有料 那雅院士會問我說 這些對的嗎 哪些是錯的 那我自己有去稍微看一下 那大部分鍋點都是對的 沒有沒有什麼錯誤的情報 那我覺得站位都教得還不錯 尤其是空間陣解釋相當好 那他的戰術版 我也覺得弄得很活用 我覺得這個頻道 是我很推薦給大家的教學頻道 如果你對於你自己的防守啊 或者是站位 還有相關上的問題 我認為這個頻道都是 你們需要去學習的一些影片 你們可以去惡補一下 我覺得是會有一定量的幫助的 那這邊推薦給大家 再來要推薦的頻道呢 是我以前就推薦過的 就是我們的祥可可的頻道 那我覺得他的池上教得非常好 那他也會上傳一些 像是實戰的影片給大家 或者是他對於這個遊戲的防守的思維 那我覺得他池上的防守思路做得很好 影片也做得不錯 那最特別的是他有做一集 池上的大絕超級的片段 那很多人都會問我說 誒池上什麼時候該超球 我認為他教得蠻詳細的 如果大家對池上這角色大絕有興趣的 可以去看他的頻道 我覺得是有一定量的幫助的 再來要介紹呢 就是我們的 阿菜遊戲頻道 就是我們的副頻道 就是我的第一號女徒弟 魚住本人 我會推薦大家看他的頻道 是因為 他會上傳一些比較 也是實戰精華的片段 但是比較屬於歡樂氣氛派的 阿有空呢 可以幫忙支持阿菜的副頻道 沒錯啦 這就是業配 幫老闆業配啦 讚啦 接下來要介紹的頻道 是我近期以來最常看的頻道 就是我們的 林姊姊黃大仙 我覺得他教的應該是我 目前看過的 灌籃高手的角色裡面 教的最好的一個 就是我自己會看的頻道下來 那之前呢 我有一段時間 奇訓流川風剛出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我自己玩超級超級爛 那我有看 黃大仙的影片 那進去看完之後 我才發現 欸 原來流川風可以這樣做進攻 那在過一段時間 大概快要100場的調整之後 我的流川風的 單排勝率也已經到了快要62% 接近65%了 那也多虧有這個頻道 來去幫我做一個修整 那我知道這個流川風到底該怎麼玩 因為我個人是不玩陸服的 以前打比賽的時候 我在玩陸服練習 但是之後 之後沒有再打比賽 就再也沒有玩過陸服了 所以我的版本更新沒有 到那麼快 我就是從台服開始玩 然後有聽到陸服的一些情報 但是我不會去玩陸服 因為我覺得 沒有必要去 領先別人先去玩陸服 然後來去做一個台服的想法 然後我會覺得說台服出到哪兒 就玩到哪兒就好 我不需要再特別的去做一個 預洗的情況 我個人是不需要這種東西的 所以我都等台服出才玩 那這個頻道 他會先去嘗試一下 欸這角色要怎麼玩 他會先告訴你怎麼玩 所以在台服剛出的時候 我會先看這些頻道 像是 黃大仙頻道我就覺得很重要 他會先告訴你 這角色 大帶基礎要怎麼玩 那前陣子 流川風收證完之後 後來又出了進階藤真 他的進階藤真影片 我真的覺得做得太屌了 我看完之後 我馬上就會玩進階藤真了 但是我沒有錢玩 欸我到現在 藤真還是0% 我沒有錢玩 但是我看完之後 我就知道藤真怎麼玩 那你要守一個角色 你一定要會先知道 他怎麼進攻 那你知道他如何進攻之後 你才會去防守他 那我看完他的頻道之後 哇 藤真是這麼難守 這麼棘手的一隻角色 所以我個人看完之後 我覺得 哇 收穫真的好多 但是我很推薦黃大仙的影片 給大家看 那大家有空 如果有角色上的問題 我認為都是可以看他的頻道 去做學習的 那基本上 黃大仙就是我 近期應該是看最多的 就是因為角色的問題 因為台服 其實角色還是出的有點快 那有些角色 我還有疑惑 怎麼去防守 我還是有一點疑惑性 所以我就會去看 黃大仙的頻道來去 想說 欸這個角色應該要怎麼守 才比較好 那這是我推薦的頻道 最後呢 要介紹的頻道 當然就是我們的 徐大盤 徐大包 徐總 板橋 陳漢典的頻道 小許的頻道呢 非常非常的特別 就是我們的盤子頻道 有什麼角色剛出 他一定會在12點 就馬上直播 那這種頻道 我是覺得最優質的 馬上砸錢給我們看 馬上砸錢 讓我們知道這個角色的上限在哪 那每一次12點 角色剛出 我都會去看 看這角色的上限到底在哪 那盤子玩會到底有多強 那來針對這角色 去做一個防守的 立即性應對 那這種盤子頻道呢 有那個我們的 小許 那也有我們的 我的腦爹 那這種頻道呢 都是我覺得 可以馬上知道這角色的 課長威力的頻道 所以我會蠻推薦大家在 角色剛出來的時候 先看這兩個頻道 然後去研究一下 哇 現在心裡又要受什麼打擊了 所以我會覺得 這個這些頻道 是一個蠻素壓的頻道 那小許也會上傳很多 精華的頻道 我認為精華的影片 也是可以看 我們前面有介紹到 我們的稱號 那精華的影片也是很重要的 那許種會很快的 拖出一些 用盤子角 然後虐殺那種 高端場的那種 實戰精華 那我就中場就覺得很舒壓 那 最開心的就是在於 他12點砸完錢的時候 那想要去測試那個角色多強 結果被虐爆 喔那種看別人直播 看別人輸的那種喜悅感 真的是給他過癮 那贏的時候會覺得心裡壓力很大 幹這角色怎麼那麼強 所以我就看這種頻道 多少多少都有幫助 那以上呢 就是我目前看 貫高台下來 會看的YT的實況 跟我們的YT的頻道 那推薦給大家 讓大家去想一下 我們平常都在看一些什麼頻道 那介紹給大家 謝謝大家今天的觀看 我是花之丸 那喜歡我的頻道呢 可以按下追隨 然後打開小鈴鐺 那將來有推出影片的時候呢 你們才可以知道 什麼時候有上芯片 那什麼時候有開直播喔 我們請下班 我們可以做一下 我們請下班 燈風 我們請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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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下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